旅客排隊陸續登機 準備前往泰國普吉島旅遊 其中不少旅客 都是參加公司的員工旅遊 以前就滿想去的 就感覺那邊很放鬆 我們老闆比較喜歡海島國家 對 然後我們就帶員工出來度假放鬆 根據旅行社業者統計 去年國外團體旅遊收入成長14倍 以東南亞國家為例 普吉島占比超過五成 業者趁慎追擊 再度搶攻普吉島包機市場 與聯航二度合作 5月21號起 桃園直飛泰國普吉島 從原本的美洲兩班 增加為美洲三班 航班時間則是五去挽回 我們希望五去 這樣子我們從北中南的旅客 都可以有時間 很充容的到桃園中原機場 為了擴大客群 業者採取包機雙賣的模式 也就是團體旅遊以及自由行 而在這一次征班後的第一個航班 成型率高達9成 因為我們其實要面臨的是暑假檔期 所以我們就針對了在暑假檔期的親子旅遊 有這個樂園跟這個水上活動 然後跳島旅遊適合年輕人 這樣子的一個族群來做我們第一個的主打 去年台灣到泰國旅遊人次超過7.7萬人次 是出境旅遊國的第五名 泰國政府日前宣布台灣到泰國旅遊免簽證的措施 延長六個月到今年11月11號 希望到泰國的台灣遊客能突破100萬人次 在延長免簽的助攻下旅行社業者強調 為普吉島包機旅遊增加至少兩成的訂單 旅行社一方面也樂於把團費降低 那再來就是連航的一些風險 比方說不能隨意更改時間 如果更改時間需要加手續費 那跟團的話比較不會隨意的更改日期 同時鎖定暑假旺季旅 旅行社包機策略還有台中直飛日本的東京名古屋 以及南韓的福山 嘗試多個航線刺激買氣 儘管包機必須承擔銷售風險 但在競爭激烈旅遊市場 如果只走安全路線難以擴展商機 靜新聞王翁與王岳芳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